好,欢迎回来 这节课我们的目的是要创建数据库 把表件好 并且在数据库里也差两条数据 让我们下一节课的内容 再把它这两条数据展示在页面上 好了,要用数据库 数据库有很多的选择 比如说MySQL用的非常常用 PostgreSQL, Oracle, SQLite3 那我们这里用SQLite3 它非常简单不用安装 也是Python自带的这个库 这个数据库最终就是我们 它会形成一个文件 在我们的目录下 就把数据都放在这边 好,我们先建一个db.seql 用来放一个seql语句 这个数据库的知识 我就把它拷过来 给你稍微解释一下 我们就直接在这边创建一个文件 db.seql OK,这边我稍微解释一下 如果你完全没有学过seql的话 你就比着葫芦画瓢吧 这边drop table if exists 就是我们假设这个表的名字叫post post就是文章的意思 它这个表如果存在 我们先把它删掉 要不然下面的语句会报错 就先做一下清理 if exists post drop这个table 好了,接下来我们create这个table create table 名字叫post 括号里面呢 每一行表示这个列 这个表里面的一列 id 然后它是一个整数 它是一个组件 primary key auto increment 表示它会自己增长的 1,2,3,4 然后created timestamp 时间戳 这表示创建的时间 not now 说它不能为空 然后default 它有个默认值 默认值呢 就是current timestamp 就是当前的时间 作为它的默认值 然后title 表示这个文章的标题 它是一个文本 text 它也不能为空 not now content 表示文章的内容 它是 也是一个文本 text 也是not now 这个seql建好了 接下来写一个pathon的程序 那个程序会把这个 表创建到 把数据库建起来 基于这个seql 我们建一个新的文件 叫init 初始化的意思 名字你随便取 我们叫initdb.py 好了 在这边 我们先import 我把这边关掉 seqlite3 不要拼写错误 接下来我们 这个 创建一个链接 等于seqlite3.connect 它会连接到一个数据库 这数据库的名字 你可以随便取 我们就叫database.db 好了 如果 那database.db在哪 它要连到 如果没有的话 它就会在当前这个文件 接下来创建一个 创建一下这个database.db 好吧 创建好了以后 我们拿到了这个链接 是吧 我们接下来呢 要去打开这个db.seql 这个文件 我们就with.open.db.seql asf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就can.execute script f.read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打开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的名字为f 取名为f 变量名为f f.read 可以把里面的东西都读出来 也就是这写的这些东西都读出来 然后我这边呢 通过这个数据库链接 去执行这个脚本 这里面是一坨嘛 这个脚本 这时候 它就会把 在我们的库里面 把我们这个post 这个表给建出来 post表这个建出来 那我们在这边 最后呢 要记得 commit 要提交 然后记得最后呢 还有close 关门 记得关门 这个如果我们运行一下 嗯 这个init.db 我们应该会发现 它的侧边呢 就多了一个database.db 而且它应该大小也有了 不是零 里面应该已经建好了 那个表 好 我们现在来运行一下吧 我 嗯 也不用在这边 其实 在 终端 新建一个终端好了 哈 新建一个终端 在这边 我就直接用python init.db 运行一下看 不要报错 就是好的 no news is good news 没报错 就发现这边有个database.db 我如果在fender里面打开它看一下 它是12k 里面已经有一点东西了 也有一点东西了 嗯 当然这个 嗯 这里面肯定是一个空的 空的表 表里面什么都没有啊 那为了方便的我们把在这里面的插入两条数据 我们仍然使用这个connection 嗯 这个呢 我就在讲义这边考一下 这个sql语句有点长 我们做这个做的什么呢 前面还有这个 我们仍然使用啊 这个 前面创建这个链接 拿到一个cursor 这个cursor呢 你就相当于说 你建立了一个链接 你拿到一把勺子 这个勺子 然后通过勺子呢 我们来执行 里面的这两个语句 一个是insert into post 在里面插入一条数据 flask1 标题和内容 然后插入第二条 标题和内容 你要愿意你也可以插入三条 大家看到 我们在插入的时候 只写了title和content 这两个是吧 并没有写 我们看一下我们当时的表结构 还有id和created 因为这两个 它会自动帮你填 比如这个autoincrement 是它自己会自增 然后这个呢 它有一个默认值 就是当前的时间戳 好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删掉 现在你可以随便删 等到你真正用起来 不要随便删 你删里面数据都没了 好 我们再来 再来运行一下 再来运行一下 我们前面运行的这个重运 没有报错 然后这边呢 也有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应该变得大一点了 刚才12k 现在134k了 是因为我们在这边呢 插入了这两条数据进去 好了 那么这个数据库的初始化部分 我们就基本上完成了 稍后回来 我们在我们这个index页面上 把这两条数据给展现出来 在 的 我们下 我们下 我们下